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前几天表弟在野外发现了有一片野葱 我今天就来看一下 果然是好多 等一下拿一点回去拿小炒菜吃 看到没 那边那一片都是的 再看 这个也太多了吧 这上面全都是的 密密麻麻的 大处都是的 这个好多 太多了 我都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别人种的 那么多 应该不是吧 在这个桃树下面 而且是荒废在这里 就拿上面一截好 前面那里还有好多 到时候都是的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野葱 改天再来拿 我今天先拿一把回去 好了 今天就拿那么多 后面还有好多 改天吃完了再来拿 现在去鸭圈里面拿几个鸭蛋来 找野葱吃 现在去鸭圈里面拿几个鸭蛋来 现在只有两个 再拿一点之前的来 这一顿的话就炒那么多 其实还有好多一把 其实还有好多一把 把这个野葱切碎 用来炒那么多鸭蛋吃 然后再来拿下来 也要不要炒那么多 好多 我先拿下来 好多 我先拿下来 好多的 好多的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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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可以吃多了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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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